柔柔你好 大家好我是柔柔 好柔柔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本名叫宇诺 那大家在业界里面都会称我叫柔柔老师 那平常呢我现在就是在专研就是蛋糕装饰的东西 那也有做教学包班 还有一些节目上的录影 那我们先从你的大学本科开始讲 你就是念大传 对我念大众传播系出身的 那原本想要走进新闻业啊 或者是一样像这样广播的行业里面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有没有去实习 那实习了以后一些电视台或什么的 我发现那个生态圈不是我真的想要之后 可能三到五年之内想要进入人生的那个工作的方向 所以后来就也没有再多深入跟跨入这一个领域 是比较高压或快节奏吗 也不是耶 就是我觉得发现进到电视台后 跟我理想中的那个电视台的样子 跟工作的形态 有落差 想象很美好 想象很美好 现实永远是很残酷的事情 对啊 其实电视台还是有很多现实 包括其实人际关系啊 或者是这个 有很多这个为了这个新闻播出压力 一定会有一些比较不好适应的一个地方 对 还有就是可能每天都是会做比较不规律的事情 可能只是换主题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节目上的更换这样子 可是基本上你每天做的事情就是SOP化 可能接人啊 可能上主持告啊 敲通告啊 或者是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 就是像打找小妹嘛 你订便当啊 交代没了要去买啊 就是很多很杂的事情 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做到 我理想中想要的职位 那可能有可能很久 那也有可能做不到 那对啊 所以我就后来觉得好像这不是我想要的工作 所以你后来就是换工作 换到行销公司 是不是 呃 没有在实习的时候 我就我就拒绝了 就是说我以后毕业以后 毕业就不要了 我毕业就不要了 实习你就受不了 对 我就不想要进去了 实习压力还是比较轻耶 因为那他把你当做那个实习生而已 就是对像打工那样子 对啊 那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不喜欢那样的生 他那原本有想要去试着就是做 呃 主播啊 或者是一些主持的这样子 那后来也没有选择那一条路 那刚好在跨毕业的时候 我在一个一场活动中间 认识了一间公关公司 那他当时也缺人 嗯 那他就问我说 那要不要进他们公关公司工作这样子 那我就想 欸做活动耶 好像还蛮有趣的 就是每天不用被关在工作室里面 可以往外跑 可以往外跑 然后你接触不一样的案子 不一样的人 嗯 然后我就一口就答应了 然后就进了公关公司 开启了我的公关人生 所以有符合你本来的期待吗 就是做了几年之后 做了大概两三年 嗯 三年左右 呃 有一半符合我的期待 就是没有坐在办公室里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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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更是那个压力也不小于就是我们做就是电视圈啊或什么的 那个是五星的压 因为客户啊之类的 嗯 对 所以有很多突发状况要危机处理是不是 非常多 因为客户通常都是最喜欢就是在四五点的时候打电话来跟你说 他明天想要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比如说我们看到活动明天就要执行了 可是前一天他们还在改所有的东西 然后你再晚再半夜你隔天就是要伸出客户要的东西 案主有时候就是会出一些怪典子 尤其在他不会去管理你们这边的一个时间 不会他就会把我们就是公关公司的人当小叮当 在使用 就是他只要说了以后 然后上层同意了以后这件事情 我们下面就是一定要呃 呃 必须要做到 嗯 对 没有原因 受够了 也累了 然后因为我都是我们真的很常没有睡觉 都是半夜回家 可能四五点回家洗个澡换衣服 嗯 然后隔天就出门出活动 因为我们都要最早到 可能去预备啊 或者是一些设厂之类的 然后有时候前一天可能进场 我们也是进到非常非常的晚 有时候可能没睡觉 嗯 那家里有一半是蛮反对这样的生活模式 嗯 可那几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让你印象深刻 呃 有 接了那个 你上的案子 嗯 然后他们有做家庭日 嗯 那都是有分北中南三厂这样去 全台湾 然后很多你上的车主 就开那车 对车主就会去 然后就要很大的场地 对都很大的场 都是什么农场啊 七百桃一样 对都农场 然后我们已经后来做了好 就是蛮多年了 那我们已经把台湾能用的大的场地 跟比较适合家庭去用的地方 都已经就是都找过了 那在中间当然也遇到很多问题了 嗯 嗯 那我们也是找了很多的 方式去解决 哦 所以因为他场地够到画面够那个壮观 所以让你印象深刻就对 当然是在制作的过程中 因为他每年都有不一样的主题 那我们都要去想 那有一年他们是做一个开发一个新的APP 让来的人去闯关啊 去基点 然后每一关都要有一个活动 那所以变成那个 整个制作上的计划上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你们还要设计观看 要所有的东西 所以每年主题我们都 就是大家会很疼痛 就是今年要做什么 因为去年可能做过了 然后我们可能要 就不能重复 对然后我们还要就是可能提案给客户 这样子 那就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以前景气好的时候 好像很多这个车牌的厂牌 都会搞一个家庭日 对后来变成一个 有点像一个车厂的一个 车友会 车友会习惯 我这几年应该就 对啦 疫情可能就大家也没有办法办 对因为除了就是他们现场的活动 那一定会有主舞台的地方 那主舞台可能还会请一些 比如说悠悠台的姐姐啊 对就是比较亲子类的活动 好那后来你当你觉得有点 疲惫厌倦之后 你后来是怎么就出国了吗 呃当下其实我就先考了 英国的硕士管理课程 那我也考上了 那我只差一张飞机票 我就飞去了英国念硕士这样子 但是那时候刚好遇到恐攻 对然后 家里不让你去 还是你自己也不想 家里就不让我去 因为我是家里面独生女 那我妈也害怕了 所以我就暂时也没有去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之前有学过蛋糕装饰的东西 那我是在国中的时候 因缘际会下一个活动 然后我去参加 然后那个老师就是在教奶油啊装饰 那时候台湾还不流行翻糖 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 都是还流行那种像红叶蛋糕那种 奶油装饰啊 几花摆水果这样子 那那时候有个美国的系统叫惠儿童 他就是做一些从 他有分level 就是一二三十啊 或是初阶中阶高阶这样子 然后是一个活动 我认识的那个老师 然后我就去学了 学了以后老师跟我妈说 你女儿好像蛮有天分在这一块 那你要不要让她继续学 那时候我妈就想说 暑假没事 然后就让我继续学 就我就把所有的课都学完 学到最后的时候 我在要上国一以前 国中对国中的时候 国一的时候 我就去了美国比赛 那我有得了第一名回台湾 所以你国中密集的 学了一些短期课程 后来就意外比赛得奖就对了 所以那个种子就留在心里 然后后来这个暂时不能出国之后 就想起了以前的兴趣这样 对就想说这件事好像 我还是还蛮喜欢的 蛮擅长的 对然后就也漂漂亮亮的 感觉好像可以捡回来做这样子 然后就那时候就 就是慢慢慢慢开始做 那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客源或什么的 但是后来我觉得有一半是 因为有一半是 我在公安公司认识了很多 就是企业主 那我们之前的 我的老板也蛮帮我的 就是也会帮我推啊 或者是介绍给客户 那看了我的东西就慢慢 所以有些大品牌 比如说你上啊 像是一期直播啊 还有一些艺人啊 对艺人或者是艺朗啊 就是他们私下有些 就是派对啊 活动生日 大家都会就是来跟我做合作 那就是他一些品牌啦 对 你觉得男女生有没有差别 因为我看不到传统的面包师傅啊 几乎都是男生 而且他真的学徒也要 也要男生 因为常常要扛面粉 那真的很重 对那后来这个 到了这个比较精致的 这些甜点类 是不是女生就比较吃香 因为女生的耐心啊 各方面就比较 我觉得近几年也不完全 有些男生的耐心 其实比女生还要来得多 然后他比女生还要细心 可以坐在那边画啊 坐啊捏人物这些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未必 可是比如说七八年前 当然是可能女生还是偏多 所以已经没有刻板印象了 没有刻板印象了 对啊 所以也不像传统的 面包店的师傅 对不对 没有 就是有些女生会在里面 就是做面包 对啊 很多也是法国回来或什么的 他们也是会做 比如说欧式的面包等等 就是在厨房里面 不一定就是这样美美的 在外面 对而且科技进步 应该很多机器也越来越方便 然后也越来越家庭化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一定要用那种 大型的商业用的东西 对 现在很多老师教的课程 其实都是希望说 大家在家里面就可以操作 不用说一定要很大台的机器 或者是有专业的烤箱 或者是东西 你才能做出像我们一样的东西 就是会把它简单化 然后把它量缩小 对 而且因为随着这个景气 不像以前这么好 所以是不是很多家庭 这个妇女 就会进入这一行 到兼职接单 对不对 加减做 然后卖卖朋友也可以 大家也会 对 但那个就偏向于 就是烘焙的项目 比如说大家可能年节到了 大家就会开始做牛軋糖 然后中秋节的时候 大家会做月饼 那很多老师会在近几年 尤其疫情开始以后 大家会偏向教科的方式 就是说这样的东西是大家在家可以自己生产的 然后你可以偶尔接接单 那妈妈有些可能在家带小孩 或者是他有些空闲的时间 那他也喜欢做的 他可以去做 然后可以去卖给或是亲朋好友 甚至是公司的同事 而且学会有个好处是自己做就不用买 那去外面买一定比较贵 那自己做一定比较省钱 可是有些东西你不一定自己做会比较省钱 因为你会觉得说你要自己吃或是给家人吃 你就会可能买的东西用的品质会好一点 你的面粉可能会买贵一点 然后一些食材会买高级一点点 因为想说自己要吃的不是要买的 不然有些可能真的要买可能成本会变得非常的高 而且你的量又比较少 对不对 所以对啊 一个人你不可能说一天生产几百个 或者是这样子 所以你一开始都完全没有接触到烘焙 直接就跳到一些蛋糕装饰 所以我一开始是不会烤饼干烤蛋糕 那些东西我都不会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态度的兴趣 我只是觉得说蛋糕装饰 它做起来很精致 比较漂亮 那我们就是做成外面 比如说糖花 用糖去捏花 那当然是比赛用的 可是蛋糕装饰不是从蛋糕开始做吗 还是蛋糕都是成型的 都是成型的 我们去教室的时候 蛋糕都是已经烤好了 那我们就是学外面的奶油装饰 挤花 然后裱花这些的 所以我们不会去碰到里面烤蛋糕 搅面糊这些东西都没有 不在我们的原本的课程里面 它纯粹就是练外面的装饰品 对外面的装饰品 但是你现在应该都通了吧 因为反正这个业界学来学去 很多东西就是原理都差不多对不对 就是在我离职以后 然后我去了一个叫台湾的中华谷类研究所 那它里面有专业的课程 就是有12周的蛋糕专修班 跟12周的面包专修班 它就是那种职业训练班 职业训练班 那它是教非常非常基础的东西 比如说面粉 什么牌子 或是它的特性 怎么去使用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最基本的 所有的蛋糕的制作 那它也有做月饼什么 它每一周都有主题跟东西 那那时候我想说既然要做装饰 那大家学生偶尔一定会问到说 那里面蛋糕怎么做一些原理或什么的 那我觉得我这一块是非常不足的 所以我就也去把课程都上完了 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我都会做 只是我专精的部分到现在 我就是focus在蛋糕装饰这一块 12周就等于是三个月的全职班就对了 全职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 没有停过 有没有领失业补助 没有 没有领 很多职业训练所都会有鼓励你去上职业训练 还给你补贴 没有没有 那个就是自己自负 所以大部分人就是会学到这么专精 应该都是想创业对不对 不一定有些是他喜欢 然后我们那个其实那个地方上课 很多有一些是半退休或者是退休 兴趣 兴趣 然后他们想要去更了解这一块 或者是想要做喜欢 那里面也有很多 我们同班里面也有一些是爸爸 很可爱 他然后我们就说为什么你要来学 他还在上班 然后他就是上很辛苦这样子 然后就说因为他女儿喜欢吃 自己做比较卫生 对他就想说有一些东西 他可能会可以带他女儿做 因为女儿还小或什么之类 你就爸爸也喜欢做 应该也有想创业了吧 像你这样 有些是 然后有些可能就是他们在业界里面 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想要再精进 可能因为有些技术上面 或什么不要再从别人那边听来 或是什么 就是比较完整的课程去做一个学习 对因为很多学徒制 所以他可能 听师傅说 他会做 可是他可能不太知道那种标准 对就是当你有一天 如果你要自己研发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不知道原物料特性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A加B加C 去调整你要的比例 你就只能照原本你可能师傅给你的配方 去做成最终的东西 好那接讯之后呢 就是回来 就开始接案 然后就有一些包班啊 可能幼稚园啊 还有一些企业活动啊 然后或是一些厂商的发表会啊 车商的发表会 他们都要有填品台 甚至是公关里 比如说媒体记者 他们来的时候要送的一些礼物啊 礼品这样 那我就会帮他们去做设计 那可能饼干上面 我们就会有他的logo 就是客制化的东西 还有一些精品品牌 比如说像宝格力 他们之前我也接过 就是他们在金华 有开一间旗舰店 所以你这样算是充满快的 也是因为你过去行销公司的一些好处跟经验 对我觉得有帮助 马上就接轨了 马上接轨 然后我很多的东西是我缘分啦 我觉得有一半缘分 而且我觉得这些企业厂应该他的价钱也比较好 对不对 不像那种接家庭的那种客制化的东西 有时候大家会斤斤计较那个价钱 一块凤梨鼠几块钱这样 嫌贵啊 对因为我都会比较客制化 所以他没有什么 就是如果我开了价钱 你接受我接受 那就成了 那今天那客制化的东西 本来就价钱比较高 对 对啊 那如果客户不接受 就 就下次再见 就要找别人 但是别人能不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就不 对那我就不 我就不 所以你就要一直不停的累积自己的实力跟经验 对 然后还有 就是我也蛮感谢 就是说我的累积的品牌在我手上 那大家也蛮相信我的 这样子 等于一直有成绩出来 一直有 那你后来是怎么样一直在锦修 我就说其实过去所学他到了一个程度一定就不太够用 嗯 所以是不是自己要随时去看别人或者是怎么样 有我们会从一些比如说国外的网站啊 或者是一些国外的资讯 那因为国外的这种东西 呃 像欧洲 他们偏向于比如说糖花跟糖霜的东西会比较多 像英国 那美国那边的话 他们还是以翻糖东西为主 因为翻糖吃起来比较甜 嗯 对 那这都源于是国外 那他们很多的技术新的都会在国外上发表 或是每一期的书刊啊 嗯 他们有一些老师级的 业界级的 会在上面做发表 那我们就会不定时的去 看 那之前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都是会坐飞机票啊 可能去一对一上课 或者是包班这样子 就是几个比较好的老师 我们就会一起去包班 去学 那个就比较高端的课程 对不对 对 那个课程我们曾经就是也去 我去过 呃 香港去找一个老师 他是专门做糖花的 那他真的还蛮有名 那他花做的非常的漂亮 那我就是去一对一的上课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真的课蛮贵的 你必要的投资啊 我觉得是必要的 就是有一些技术啊 我们就是还是需要去精进 看一下别人 就是怎么去制作 还是要人家点破 对不对 有时候还是要 就是差一个 差一点点 可能就差那个临门一角 或者是一个东西 因为只能看外观嘛 那其实里面的细节 还是需要人家讲的 嗯 就是要上课 对还是要 他们有一些专业的事实或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东西 然后我们还是会去看一下 可是有我们做到一个程度以后 其实会自己大概知道说 什么样的东西去搭什么 或者是怎样去变化 是你最顺手 或者是可以做到这样 然后因为这个东西还有一个麻烦 就是台湾的气候跟国外的气候不太一样 哦 所以他们的比例跟我们的比例不一样 对 其实到台湾以后很多东西 我们是要再做一点微调或者是更改 是 对啊 去保存 还有比如说是 像台湾这种东西可能不会吃就还好 但是翻糖蛋糕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比例就会再回台湾做调整 因为台湾的口味可能跟国外也不太一样 而且台湾现在比较不敢吃甜 对不对 对 可是这个在我们业界里面就会 做甜点的人就会 很讨厌被问到就是说 这东西甜不甜 或者是吃了会不会胖 就很讨厌 胖我倒觉得还好 但是大家最常问就是 这东西甜不甜 对 那我们就是我们常常 我自己常常会说 如果你吃甜点不甜 那你 就是他爱吃又怕太甜 对啊 可是在国外里面 像我们之前去法国的时候 甜点是真的非常甜 但是我们有做过一个理论来讲 像在法国的话 气候比较干燥 冬天也比较冷 所以他们吃的东西甜点比较甜 有一定的味觉上面 他们会觉得在冬天的时候 你吃比较冷的东西 就是感觉会没有那么甜 还有那个氛围 比如说我们说你坐在那个巴黎铁塔下面 或者是香榭大道上面 你吃的甜点 它再甜你都会觉得有那个感觉是幸福的 对 那你回到台湾 可能台湾气候比较潮湿 那潮湿的话 人的味蕾上面会比较 就是敏感一点 所以比较甜的东西 你会觉得比较腻 所以台湾人就会比较不喜欢 然后再来就是健康意识的抬头 大家会觉得吃糖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你偶尔吃一块 我倒是觉得就还好 所以你没有做一些调整 有有有 回来会做调整 还是有时候会减糖一下 对 还是会减糖 没办法 就是会用别的糖去代替 或者是 日本有发明一个海藻糖 替代的 替代的这样 但它不能完全替代 它可能只能替换 百分之的三十到四十 最多到五十左右 但它会失去一些口感 或者是打发的程度 都会有影响 所以每个老师都有 他自己的生存之道 有些人可能就会调整 有些人可能坚持传统 对 有些老师可能会坚持 就是原汁原味 可能法国呈现 或者是像日本很多和国子 其实也蛮甜的 因为他们就是配茶 那欧洲他们可能配咖啡 配什么的 但他们习惯就是 甜点就是要吃甜 因为我曾经遇到好几个 法国的厨师 他们坚持就是甜点 不甜 怎么会叫甜点 他们会觉得那是一件 很失礼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会做出 那种就是什么减糖 所以我们去法国上课 都千万不能问老师说 可不可以小糖 然后这个东西甜不甜 他会生气 他是真的会生气 就像我们厨师有些禁忌 你可能问他一些问题 他会翻桌的那一种 是不能问的 对 好那你个人有没有透过参加比赛 去累积自己的一些经验 有之前就是也 有国外好多这种比赛 很多很多 那我之前都是去参加美国的 那也有得一些金牌啊 会来 那后来近几年 因为着重在客户 还有一些东西上面 所以就还没有再继续比赛 那今年或明年 可能会继续参加一些英国的国际性的比赛 因为疫情也有关系 对现在都变线上 对 线上还是比较起来还是有点落差 对不对 除非你的东西是立体感的 比较吃香 可是他们就会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他可能在你制作过程中 你就要拍影片啊 然后你做完的作品 你一定要跟他合照 然后确定是你做的 然后比如说还有可能 因为线上容易作弊 对 你怎么知道那东西是不是你完成做 因为有些可能 我们糖霜的作品 可能不是说两三天就可以做完 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月 甚至一个半月去完成 那中间可能有很多时候 你可以找打手啊 找人家来帮忙 然后最后你跟蛋糕拍个合照 所以这个东西 他还是会有一些规定跟要求 就是确保是你个人完成的作品 好那我们罗罗老师呢 其实现场也带了他的作品 介绍你带来的这些作品好不好 我们先从那个小饼干开始 小饼干好 这是我们所谓的糖霜饼干 那糖霜饼干因为今年是虎年嘛 我们就做了几款老虎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会有压膜 去做一些糖上面去画 那我的包装就是上面会做一些纸卡 增加他的可爱程度 甚至像过年的样子 那我们会随着客户的需求 或者是季节 甚至是产品的图案 去搭配上面的东西 所以就每个都要手工的 手工手工 手工画的 所以如果要画100次 就要画100次 有哪个地方可以先用机器代劳 比如说那个模子是不是就有先做好那个模子 模子就是饼干模 然后我们会用压的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企业组的话 他们有一些特殊的模具是买不到的 我们一条路就是用开模的方式 特别去帮他做一个模型 因为如果他可能要50个 我不可能用手踩50个 那50个做一个模也不划算吧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不可能每一个用都用手去踩 而且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是如果客制化的话 他要求他要形状 不是我们公版可以买到的话 我们就是会特地去帮他开饼干模 那其他上面的东西 我们全部都是要用手去画 才有办法呈现 他没有办法用机器 所以只有模子是可以直接压稍微快 对其他上面的东西都不行 可是在制作的过程 应该有一些比较快速的方法 比如说先全部上黄色 再全部上黑色这样子 可以就是我们可能会底先打好 可是比如说像身体的部分 他跟头的地方有交接处是同颜色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先等 你可以先把头画完再画身体 或是先把身体画完再画头 那他的交接处会融在一起 他就不会有那个界线的存在 就会混色 对所以他还是会有 不是这一支就是从头画到尾 全部都把这一支画完 我们可能会先把头画完 等他去烘干了一下下 他没有会流的状态下 我们再去把身体画完 那最后画完的时候 我们才会画上上面的一些 眼睛啊鼻子嘴巴 还有一些饰品的东西 才会再叠上去 这是糖霜的一些堆叠的技巧跟方式 他不能一次全部把它画到完 所以这个接到单 大概多少你们可以做 就是如果他只要三个五个你们做吗 还是说要一定的数量你们才方便 我们现在至少要15到20个起跳 才会接单 对因为我不可能说为了做一两个去接 因为太好工了 还要调色 还要调色 都是蛮好工的东西 那上面那一排 然后上面这一排 其实我们的饼干有分 就是除了糖霜以外 我们也会用翻糖去做这样的装饰 那翻糖的话呢 我们上面你可以自己捏你喜欢的人物 或者是我这个是有模子去翻的 那模子翻出来了以后呢 我再上一些使用的金粉啊 然后搭配一些有颜色的翻糖 那把它做一个呈现 那也是就是过年我们会做一个年年有余的方式 那之前也有客户 因为他很喜欢鱼了 然后我们就是帮他设计了这一款 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在你们教室去学到DIY 对不对 如果想要去上课的话 你们应该都有授课吗 可以之后会开课程 然后我们会有不定期会开不同的课程这样子 然后会在我们网路上 像这种需要基础吗 美工的基础或者是烘焙的基础 其实不用 对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你知道技巧了以后 然后怎么样去运用这个材料去搭配的话 有些像这样翻门的东西就不太用说像画式技巧 对它是有工具的 其实翻模的东西跟翻糖 它会比初学者会比较容易一点 比起我们用画的方式 所以工具烘焙店都有对不对 有有有我们都有 我们都会帮大家准备好 就是在课程里面 所以他应该也有应用在很多 比如说特别的节日 或者是一些节庆 或者是小孩满日 还有很多就是有一阵子流行 那个小孩的收口税 对四月的时候 那他们就会比如说 呃他可能属老虎 他就会做一系列都是老虎的样子啊 那我们就有奶瓶啊 有娃娃车啊 那有一阵子还蛮流行这种的 就是收闲饼干 还有结婚 抓粥是不是也可以做 也可以也可以 你可以画冲啊 画鸡腿 什么图案都可以做 就是你喜欢画什么都可以 那也有就是结婚的进场礼物 或者是他们的婚礼小物 也会用这种饼干的方式 那我们上面就会印他们的 呃新人的名字啊 或者是他们一些比较特色的东西 那像名字也要一笔一画挤上去耶 如果中文的话 那英文的话因为有ABC 那我们如果在翻堂上的话 我们是可以用印的 就像盖印这样那样子印 是可以的 但中文就没办法 所以画图难还是写文字难 写字难 对因为要写的好看对不对 要写的好看 有点比较难 而且相信我饼干更小的话 我们那个糖霜要挤的更细 线条更细 对可是在越细的状况下 你越容易懂越容易懂 那个字的样子就会越不好看 嗯 好那今天还有另外两个 大件的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蛋糕 那我今天这个是用糖霜去抹面 那通常我们有时候也会用翻堂去盖 它的表面 那我们今天里面是做假的 就是用假体用保鲤龙 OK 就是为了看外观 对然后可以好保存好移动 那我们就拍照用 那通常的话如果要出货的话 里面就会是正常的蛋糕体去做 那前面会放一些假的花 还有上面一些插件 那这个就是比较过年的样式去 今天带一个比较过年的样式去呈现给大家 比较喜气 对比较喜气 哦所以现在蛋糕很多人都客制化 对不对 很多很多 比如生日那种或过大寿就做好几成那种 对也有 还有结果就是比如说几周年啊 春节婚啊 他们就会做五成六成这样叠上去的也有 所以大家就在拼装饰品 看谁漂亮 拼装饰品 对 然后上面的一些特征啦 就是要符合他们客户的需求 还有他们的主题 现在很多活动会要主题或者是色系颜色去做搭配 就要去沟通 进步好多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蛋糕店都是两个假人偶 然后新郎新娘一个假人偶放在上面 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可能一些水果啊 简单的很不像现在那么复杂 对大家现在会 因为大家可能资讯也多 所以会看一些像国外的蛋糕 他们会觉得说想要长那样 可是像你这种客制化的蛋糕 有时候客人跟你形容他要什么样 其实是很模糊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跟他沟通啊 就是说我要一个什么感觉 我们会找一些类似的图片 现成的 对然后或者是类似的色系 会先跟他沟通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百分之百画出 就是他之后要的蛋糕的样子 那我有遇到有些客人 他可能对有些概念比较模糊的 那我可能真的就是要帮他就是用手画 先画个草稿 先画个草稿 然后大概 这样才会有纠纷 对或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颜色啊 娃娃长什么样子啊 我可能就是要拿真的图片给他看说 会长这样子 他才会确定说 蛋糕是长那个样子 因为这个是个风潮 可是很多人他来买或客制化说 他嘴巴讲出来的东西 很难让人理解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他脑子里面 想象的画面 跟他讲出来的东西 已经是有点落差 那可能再到我们理解的程度上面 也会有落差 所以做出来东西就会可能 不是他理想中的那个样子 这种东西应该也蛮多消费纠纷 对不对 因为做出来不符合他的期待就会炒 对 但是我目前客人都还蛮 就还很顺利就对 还没有遇过什么样特别的纠纷 大家都还算满意 你有没有听过特别的理由啊 就是失那个离婚啊 或失恋 想要做个蛋糕自我庆祝 我有做过离婚的 还蛮妙的 他们就是好聚好散 大家都会想得很开就对 对好聚好散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吃饭嘛 这样子呢 然后还有一些他的亲朋好友 然后他们就是也没有什么争吵 就是到一个程度觉得说 两个不要再走下去了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 飘飘亮亮蛋糕给他们切 那切的话很可爱 我们以前生日的话就是 一个刀嘛 那也不会切完 那那天很可爱 他们就是一人一把刀 然后对半切 把蛋糕完全切断 就是要断的清清楚楚就对 但是是很和平的分手 所以这也蛮好的 我觉得也不错啊 对啊 因为大家都对结婚啊 有时候都有太多想象 对不对 可是真的在一起之后才发现 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现实还是很残酷 对啊 所以还有离婚的蛋糕也蛮特别 有离婚的蛋糕 但是就是要在好聚好赞的情况下 但我觉得也蛮特别 不过你在听这些客制蛋糕应该也听了很多故事 对不对 因为他们一定会讲他们的需求 他为什么想做这个蛋糕 其实跟你说的也清楚 对客制的这个蛋糕装饰会更有帮助 对不对 有时候会 还有就是我会了解客人可能他喜欢的风格 这也很重要 这也蛮重要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很华丽的 他就是要很夸张的蛋糕 那有些他就是喜欢素雅 素素的 他可能只要一点东西去点缀他 他不要那种很虚花 很富丽堂皇的蛋糕 那这个东西就要跟客人去熟悉他的风格 跟他的个性 还有他想要送的那个人 这样子 所以这个同理心非常重要 有时候你技术很好 可是你不能理解客户的需求 跟他真的内心想要的东西 有时候做出来就会有点落差 对 但是这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希望还是尽量去满足客人的需求 这样子去完成他们想要送礼啊 或者是 还有些最 比较要注重的就是 我们在做一些企业组的方面 他们可能对于颜色 因为可能公司有标准色 企业色 企业色 那那个东西就有时候会在我们制作食品上面 会有一些障碍 因为我们的食用色素 或是印出来的东西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调到像印刷品 我们就 这么精准 对 去精准这样对色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发生过一些 就是颜色可能会稍偏一点 或什么的 这样子 真的很多企业他都有 他我们印象中非常刻板的颜色 对不对 对 可是在他们的公关里面 或者是 尤其他们的公关会非常非常care 就是这个颜色是不是他们家的标准色 然后如果太偏的话 他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这个是他们的打击 就是企业主啦 就是比较大的企业 他们会很care 他们的logo啊 或者是那个蛋糕的色系 这样子 对颜色就会比较重要 因为食品级的东西跟印刷东西是 就是不一样 他真的有时候有没有办法调到 他再怎么加色素加颜色 他就是没有办法调到我们所谓的 那样子印刷品的颜色 好那另外一件作品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糖花 那他是用糖做的 通常这个东西我们会用在结婚蛋糕上面 装饰上去 装饰上面 所以他不是真的拿来吃的 他不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吃 他已经就是硬掉了这样子 那他的花瓣就是一半一半做上去的 那我们之前会做的时候 为了要让他拟蒸一点 我们就会去拆解蒸花 去看比如说玫瑰花大概这样的大小 他有几半花瓣啊 他的形状啊 然后他的弧度啊怎么样 我们就要去揣摩 他的比较像 做起来会比较像真的 嗯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用糖做出来的装饰品 对 那近几年 我今天没有带 近几年 有研发出一种就是用豆沙 嗯 那他做完后也是有点像黏土这样子 但是他的弹性就会比我们现在这个糖花好 他就是可以熬 他干了以后还有弹性 嗯 豆沙有点韧性 像这个糖花只要以 我们带出去的话 一碰撞或掉地上 他其实就是会碎掉的 嗯 那我们上次就是这一年 我们做的豆沙糖花的话 他比较不容易 他还是可以捏 他有一定的弹性 那在我们就是带出去比赛 或什么经过长途飞机这样子 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安全 嗯 好 最后楼楼跟我们讲一下你未来的一些规划 刚好这两年疫情 其实你 呃 相对影响比较少 因为你都是客制化的东西嘛 对 不是实体店面 但是总有一些 如果说哎 慢慢解禁或者是大家比较旅游恢复啊 或者是消费恢复 你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计划 有我们已经在规划我个人的工作室 以及我们的公司 嗯 那未来的话我们会朝向专专业的课程去做发展 然后跟一些企业组去合作 包班这样子 呃 包班 然后去宣传 那我们也有就是一些套组的课程 然后也有儿童专班这样子 就是会专攻儿童这一个区块去做教学 嗯 所以他们都是比较单次的课程吗 还是是长期的一个培训那一种 之后我们会开有类似像系统课程 可能从初阶到高阶 那可能有蛋糕的 有饼干的 有糖霜的 有翻糖的 我们都会去做一个规划 好 最后楼楼跟我们讲一下 要成为一个这个合格或成功的一个蛋糕装饰艺术家 呃 他本身的心理素质 以及他的一些技术 还有什么需要特别跟大家提醒 呃 我觉得做这个就是我们自己除了要精进自己的技术以外 还有一些美学的东西 我们可能常常要去观看 呃 我们所以在可能国外的一些杂志啊 除了是蛋糕相关的东西 可能一些像精品上面的配色啊 或者是今年的流行色 比如说pentone啊 可能今年是橘色或者是绿色等等 我们就会去做一个比较 做一个搭配在今年的色系上面 所以我在颜色上面会做一个 比较偏向于色彩学的方式 哦 所以他还是有一点时尚流行的感觉 的职业 对我来讲要 因为你还是要跟着流行走 这样他比较 比如说像最近 这几年可能比较流行寒风 嗯对 那寒风他就的色系会比较暗一点点 他就比如说像墨蓝里蓝 嗯嗯好比较带灰色系列的东西 我们的色调里面可能比较浅色系的东西都会加一点灰 黄也会加一点灰 是蓝也会加一点灰 对 那花的色系也会偏向于这样的做法 所以我会去 我啦我个人会比较着重一些色系上面 或者是色彩学美学上面的东西 嗯去做一个搭配 好那其实大部分的东西可能还是要吃进去哦 那食品卫生这边有没有特别要提醒 食品卫生这边我们使用的色素跟东西我们都是经过合格的 然后我们进口进来的一些色素跟东西也是透过就是台湾食品法规去做合格的东西 那都是安全可以使用的 如果说听众朋友或观众看了这一集对你有兴趣想要追踪你的话 要怎么跟你互动 可以上我的IG 对那上面都会有我近期的新的作品啊 甚至课程 还有一些像年节的话我就会限量发售 比如说50只老虎 那就可以就是你不用就是一次买这么多的话 我就会在上面做公告 哦如果你一次多做的话就不用一定的数量就对 对但是可能会在一些节日 特别节日 对比如说像圣诞节 过年或是情人节这样的节日 那我就可能会做一批这样子起来 那我在上面就是可以单只卖 哦所以要追踪你的IG 对要追踪我的IG 如果你刚好最近有单就会多做 那多做之后就可以零售 对就可以零售 不然平常是没有的 哦平常一次要十几二十个以上 以上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楼楼老师为大家介绍他的这个创业之路 谢谢 谢谢